在距林屋来老街开车约20分钟的福山上 有间养殖场专门饲养有活化石之称的巡龙鱼 巡龙鱼体型非常大 最大可以穿到300公分 是两个成人这么大 想要一探这淡水巨无霸鱼的生态 一定得先换上装备 亲自下水抓鱼去 一身健壮的养殖场小龙鱼 老板许略峰说 巡龙鱼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 一滴四千多万年 有活化石之称 不仅争吵皇帝拿他几天 此行派后的满汉全席也叫他列名 由于肉质鲜美数量稀少 过去平民老百姓根本吃不到 所以巡龙鱼又称为皇帝鱼 要抓着珍贵的皇帝鱼可是有佩服的哦 我们要先从他头带过来 哦 为什么 把他头带起来的话 他就不会往后退 哦 然后闻到的时候 便罩住他的尾巴 哇 抓到尾巴 我会把他带起来 好大哦 哇 我撂撂的呢 没问题吗 are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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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伤 有没有看到 重伤 我抓住他尾巴要安归跑 可是 一定会收到金钱 好大哦 诶 这一只都要多少斤啊 他大概有几岁 这一条的话差不多七岁 七岁 别以为抓巡龙鱼和抓狗一样简单 一大无比的巡龙鱼 你一个翻身 可是会像这样子 从你手中溜走 哇 你要到前面 哦 我怕了 老板为什么说他叫活化石啊 因为他这个是从 哈哈哈哈 太疼 哈哈哈哈 虚鲁鱼很容易受到惊吓 身体溜滑 没好好报警 可是会被他的头撞到内伤哦 可以 下雨 请进啊 请进 报警一下 你看老板 他流血了 你可以特写一下 还特写 被打到真的很痛哦 他体验很大 是因为他头是硬的 你摸他的头是硬的 这边是软的 这边是硬的 对 你要多硬 头可以摸 诶 真的耶 感觉比那个 木头还要硬耶 将皮肉小伤 视为家常便饭的许列风车 别看巡龙鱼 在地球上活了这么久 其实他超级难样 这个就是要在 我们一般水质干净的地方 然后水质要冰冷 他才能够 长得大 长得快 体度稀 像我们这边的鱼 水温的话 长温都差不多在 18度到22度左右 然后不会说太高 也不会说太冷 细心控制水温 水质温 是许列风每日的 力气工作 通常养到6至7岁 鱼肉油脂分布 最均匀 这时候杀来吃 最好了 那他金字价值高 就是因为他的肉质很鲜美 然后很有弹性 然后一般来讲 在台湾是 原本是没有 这不是台湾的本土鱼类 台湾是吃不到的 而且听说他可以做 鱼子酱 鱼子酱 对对 真的假的 鱼子酱就是 属成的三大 世界三大真名之一 就是巡龙鱼的蛋做的 对对 就是鱼子酱 被称为世界三大真味的鱼子酱 就是产自于12岁以上的 鱼龙鱼卵 经济价值高的鱼龙鱼 还可以切成薄片 和酸泥一块儿炒 入口即化的好味道 可是会让人欲罢不能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 是这种片 你看 超薄 超薄 除了薄之外 有没有 他这个 那我跟他的胶脂 分布得非常的清楚 看起来 真的是很棒 难怪这个是皇帝 吃不给人吃 对啊 你明白 像我们这样的身份吃得到 我觉得是很感恩的 有体会当皇帝的感觉 还有这道淮山会龙流 山药和熊龙鱼条 这两种原本互相干的食材 搭在一起还真是绝配 多层次的口感 令人印象深刻 很好吃啊 很新鲜啊 然后连骨头都可以吃 对 那它像一般的鱼啊 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 因为它这边 这个熊龙鱼 比较有胶质 有胶原蛋白 尤其鲨胎质 对对对 亲眼目睹活化时 至于无法熊龙鱼 一场古代帝王 尊荣美食饗宴 周休二日走一趟屋来 每人平均三百元的消费 就能让你体验得到哦 新店铁运展 距离乌来车程 大概只有15分钟 而在旁边就是美玉的碧潭 去年在台北县政府的规划之下 碧潭商店街有了全新的面貌 附近呢 还有仅美夜市的美味小吃 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 从台北车站大乘捷运到新店站下车 步行三分钟就可以来到碧潭 如果不想花三百块钱 花一个小时的船 不妨走在这一座有七十年历史 长两百公尺的红色吊桥上 欣赏着西日台湾八大吉的碧潭美景 还真是世情花意呢 这一座吊桥有个浪漫的传说 情侣手牵手走完吊桥 练情会长长久久 中途如果手放开 练情可能会无疾而终 来碧潭 除了走趟会上下不停晃动的吊桥外 一定得看看西岸 有小吃饼美誉的悬崖 当年国民政府副主席 孙科来台 已经赞叹碧潭美景 还在吊桥头西岸旁的大岩壁上 提了碧潭两字留念 原本大小商店链翼 缺乏整齐规划的碧潭商店街 现在有了全新的面貌 瞧 这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法国的香榭大道呢 美国97年10月9号 碧潭商店街在政府规划下 变身具有国际级水准的 合体休闲步道 坐在这儿喝杯下午茶 时光过得特别惬意 在这条300多公尺的街上 意大利薄皮披萨 台式珍珠奶茶 英式下午茶等等 各国美食应有尽有 特别的是抬头一看 还有白色天棚遮阳避雨 走在这儿仿佛置身国外 想要订做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指纹戒吗 听说全台只有这一点点 才做得到哦 指纹戒顾名思义 就是将指纹印在低温蜡膜上 然后做成银戒 由于每个人的指纹不同 所以做出来的戒指也深具意义 我的指纹印印好了 经过拖拉铸造之后 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颗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指纹戒 31岁的年轻老板娘杨磊 靠着独一无二的设计 切终于会女性担心壮戒的心态 故意开在郊区 锁定情侣和家庭客层 让她设计的指纹戒热卖 占全店业绩的六成 在搭捷运来到景美站 一出站就可以看到鼎鼎大名的景美夜市 景美夜市不但被世兴大学的学生 视为继武藏庙石必来的朝圣地 来自四面八方的操客都会特地来这尋宝呢 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尝两间最人气的小吃 这间鹅肉店在景美虽然称不上是老字号 但是老板表示 他在小时候就在宜兰罗东 跟着妈妈学做鹅肉 一直做到十年前才搬到景美夜市营业 没想到搬来后声名大噪 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客人 要来指名吃鹅肉呢 有没有看到满山满谷的人潮啊 没错这家店就是景美夜市必吃的鹅肉店哦 到底有多好吃呢 看到这个油亮亮的鹅了没有 它就是宜兰的鹅哦 而且老板说啊 他上菜给客人之前 一定要先冰镇六个小时以上 所以鹅肉吃起来是特别的Q嫩 有嚼劲 听大方的老板透露 他们的鹅肉会这么好吃 是因为选用六斤以上 肉质肥嫩的宜兰鹅 这边的鹅肉酱呢 是用豆腐乳 甜酱 番茄汁 跟老板的秘方一起调制而成 很多老主公都说 吃鹅肉前先夹些姜汁 再沾点鹅肉酱 不但味道甜甜的 清爽也不会太油腻 就算夏天来吃 也可以吃上好几盘呢 这家鹅肉吃多久 好久别了 为什么特别喜欢吃它的鹅肉 先嫩多汁啊 它的肉非常的结实 而且在皮的Q度也够 不会让你这样一夹就有散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那个蘸酱 蘸酱也是非常的棒 跟鹅肉吃起来 其实有相互相互的效果 吃完了好吃的鹅肉之后 金门夜市这里还有一摊 开了三十多年的老四号豆花摊 不但豆香四溢又浓又纯 更重要的是 加冰加汤都比较加钱哦 哇 这碗豆花实在太赞了 因为它以花生汤呢 取代了一般的糖水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吃这个 魔王级的芋头哦 这个是这个摊子呢 一定三十年不咬的金字招牌 咬下去啊 超级Q超级Q 非常有胆性 超好吃的哦 这魔王级的芋头 不论是内外 都煮到免而不烂 咬起来还带点QQ的口感 里头浓浓的芋头香 更是让人爱不适口呢 这里的芋圆也是狠角色哦 圆圆小小的一颗 但越咬越有劲 吃点薄绿 最高的配料 料同学 请问你吃这里的豆花 吃了几年了 吃三年了 第三年了 你最喜欢吃这里的什么 他们豆花最好吃 另外就是芋圆 芋圆的 你最喜欢吃这里的什么配料 芋圆跟芋花生